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0年5月12日,星期二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呢,关于台湾的仅存的15个邦交国的情况 那最近呢,台湾的外交部,现在呢,人送外号叫断交部,忙的是不宜落户 为什么叫断交部呢,是因为,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一个礼拜之内,这个蔡英文呢,就失掉了三个邦交国 尤其是所罗门群岛,这个太平洋的最大的一个国家 虽然说,它的人口呢,也没多少,几万而已 但是呢,它毕竟是太平洋的这一系列的岛国当中呢,最大的一个国家 这个所罗门呢,在9月份,9月20号吧,好像是 跟它断交以后呢,就引起来了一个骨牌效应 跟着呢,吉里巴斯呢,在一个礼拜之内呢,也跟台湾断了交 那吉里巴斯跟它断交之后呢 台湾在这个世界上,跟它有邦交关系的呢,就只剩了15个国家 那这15个国家里面呢,其实还有好几个都在倾向于要跟台湾断交 要跟这个中国大陆建交 那在去年的时候呢,台湾的主子美国啊 那为了要保护台湾,还出台一个法案 就是呢,要求他们那些个跟台湾的邦交国呢 要求他们不得跟台湾断交 如果跟台湾断交的话呢,美国就将对他们进行制裁 美国这个霸权呢,真的是 就是赤裸裸的明目张胆的啊 就是一大欺小 非常的霸道 那他自己呢,我们都知道啊 美国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啊 说跟这个中国大陆建交,就跟中国大陆建交 说跟台湾断交呢,就跟台湾断交,对吧 这是美国他自己干的事情 那他呢,就可以,别人就不行 这显然呢,就是典型的 只准周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你说是不是呢 那现在呢,人一些这些个小国们 为了自己的利益,要跟这个台湾断交 那就不行 就不行,美国呢,就威胁这些国家呢 就不行 那在去年9月20号,这个索罗门 跟台湾断交之后呢 在这个南美洲 也有两个国家 就明确的表示 不再支持台湾 在联合国里面呀 就不再投票支持台湾 那是哪两个国家呢 一个呢,就是巴拉圭 一个呢,就是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呀 这个,我老是跟加拿大那个大瀑布 叫尼亚加拉大瀑布 我老是把他们两个呢 这个中文名字呢 老是搞混 我得仔细的想一想 这个国家的名字呢 叫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和巴拉圭 这两个国家呢 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 三个国家跟台湾断交之后呢 这两个国家明确的表示 在联合国里面 不再支持这个台湾 那就是在前不久 进入四月份以后 这个疫情的情况下呢 台湾呢 就开始进行这种口罩外交 台湾的口罩呢 进入疫情以后呢 它比较紧张 因为台湾的口罩 它有95%以上 都来自于中国大陆的 那中国大陆发生的疫情以后呢 中国大陆就自顾不暇 那很显然呢 台湾就顾不上了 台湾立刻就宣布说 要停止台湾的口罩出口一个月 很显然呢 它这个政策呢 就是针对中国大陆的 对不对 因为那会儿呢 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呢 都还没有疫情呢 只有中国大陆有 那当时呢 台湾也有各把各 对吧 那台湾呢 做出来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一个月之后呢 中国这个口罩生产呢 就缓过来了 台湾呢 就把它这个口罩 禁止出口的这个禁令呢 也就解除了 但是呢 台湾因为失去了中国大陆这个口罩的供应 台湾的口罩呢 是相当相当的紧张了 在相当一段时间当中呢 台湾是每个人一个礼拜 只供应两片口罩 那后来呢 这两片口罩呢 因为也不大够用 就发动人们呢 积极的想办法 看看这口罩呢 能不能怎么样能够重复使用 对吧 有人呢 就想出来一个办法 说是用电饭锅来给他消消毒 这么一个办法 那就在这个台湾人民 电饭锅消毒口罩 来度过这口罩荒的时候呢 而台湾却开始使用了这个口罩外交 那他首先呢 是给日本援助了一批口罩 后来呢 他就给他这些邦交国呢 都援助口罩 那还有一个插曲呢 就是他给芬兰援助口罩的时候呢 芬兰就表示说 不要台湾的口罩 还给台湾呢 着实的打了一个大嘴巴子 对不对 打脸了这个台湾 这个面子上真的是很难过得去啊 让人家芬兰 就是等于说是叫热脸贴衣冷屁股 对吧 芬兰明确表示我们不要 我们只要中国大陆的 我们只承认一个中国 我们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们不承认你啊 我们跟你之间呢 不会进行这种 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外交形式的这种援助 我们不会接受这个 那这是芬兰 那还有呢 我刚才就说了哈 这个巴拉圭 巴拉圭是现在仅存的15个邦交国当中的一个 巴拉圭还是在南美 是台湾呢 最大的一个邦交国 也是唯一的一个邦交国 就是南美呀 它15个当中呢 在中美洲还是有好几个 多数呢 都是中美洲 但是在南美 现在呢 就剩下了一个巴拉圭 巴拉圭 它也发生了疫情 我查了一下 巴拉圭今天呢 它的疫情是什么样的呢 巴拉圭它一共是人口有将近700万的人口 那我查了一下 今天呀 到今天为止 巴拉圭它一共的确诊人数呢 是724人 它死亡了10人 在昨天一天呢 它增加了11个确诊人数 这增加的11个呢 其实还是蛮多的 对不对 它的这个724个死10个呢 这个数字呢 其实也不少 那这个巴拉圭的这个疫情啊 出现了一个严峻的情况 台湾呢 就赶紧说 哎 我们给巴拉圭 给他们援助10万个口罩 当时巴拉圭还说 哇 我们这个疫情700万人啊 你给我们10万个口罩 这个不够啊 10万个口罩 我们不要 太少了 那后来呢 台湾又从其他的地方呢 又采购的一些口罩 就给这个巴拉圭呢 送去了 有一百万个口罩 一百万个口罩 其实不少了 那巴拉圭呢 在这个一百万的口罩 这个事上呢 还闹了一个笑话 一个什么笑话呢 就是巴拉圭 他们这个总统府呢 就出了一个文 就是说呢 我们收到了中国台湾 捐来的一百万个口罩 请注意啊 这个巴拉圭啊 和台湾之间 他们是邦交国哎 如果说他们是一个邦交国的话呢 就说明这个巴拉圭呢 他是承认台湾的这个主权的 他承认台湾的主权 但是他的措辞里面呢 他用的是中国台湾 而且是中国括号台湾 这个呢 就特别的又再次的打脸台湾 台湾呢 就是非常的没面子吧 让他们更加没面子的是 他们总统府呢 就发了这一个说 感谢中国括号台湾 给我们的口罩之号 特别搞笑的是 巴拉圭 他们的人民 或者网民 就在他们总统这个帖子下面呀 留言 有很多人留言 说谢谢中国 有很多的呢 都写的是谢谢中国 就这么简单 但是呢 这个巴拉圭人民呢 真是挺有爱挺有心的 他们就是这个帖子里面呢 都附上这个小图标 什么小图标呢 就是五星红旗的小图标 谢谢中国 然后后面附上或多或少 我看了一下呢 有的那一串啊 一串有五六个 那个五星红旗的那个小图标 有好多人都说 哎 感谢中国 Thank you China 然后呢 后面就是那个五星红旗的小图标 还有的人呢 说Thank you China 然后打一个括号台湾 但是呢 后面附上呢 就是五星红旗的小图标 这件事情呢 真的是让台湾呢 是非常非常的受辱吧 非常的伤心啊 伤心的不得了 不仅如此了 那他们巴拉圭 他们的反对党 现在他们的执政党呢 是属于比较亲美的 长期以来呀 这个巴拉圭 它是亲美国的 为什么说这个南美 巴拉圭这个小国呢 现在还跟台湾保持邦交关系 就是因为这个巴拉圭 它执政党呢 是亲美的 这个国家是长期的亲美 但是 但是 它经不住啊 中国这个市场的诱惑 我刚才就说了 在南美 现在来说呢 就只有这个巴拉圭 和中国没有建交 其他的国家呢 一律都是和中国建交的 那那些呢 跟中国建交的这些国家呢 他们从中国这儿呢 好处真的是大大的呀 中国的这个市场大呀 对不对 别的呢 我们不知道 网友呢 肯定是呢 对南美啊 有一些国家呢 不陌生 对他们的产品呢 也不陌生 比如说 我们就对巴西的大豆 就不陌生 对不对 因为加拿大呢 扣了中国的这个孟晚舟 那中国呢 就不要加拿大的大豆了 还有呢 美国和中国呢 执行这个贸易战 然后中国呢 也不要美国的大豆了 加拿大呢 这豆腐呢 就很急啊 很着急啊 很焦心啊 然后呢 美国的这些豆腐呢 也很焦心的 对吧 那豆眼瞅着 要烂到地里去了 他们最羡慕的是谁呢 就是巴西了 中国呢 不要美国的大豆了 不要加拿大的大豆了 要的就是巴西的大豆了 有一种说法啊 说中国呢 这个市场太大了 要巴西的大豆 巴西他产的大豆呢 都不足以供应中国的市场 因为他自己还需要一些大豆呢 然后巴西呢 据说啊 私下里面搞一些小动作 就是呢 从加拿大呀 美国呀 就进一些大豆来 然后一转手呢 就卖给中国 就这个大豆方面呢 巴西从中国是赚了不少的钱 那还有呢 就是阿根廷 阿根廷呢 产这个牛肉 产羊肉 中国呢 从阿根廷 进了不少的牛肉啊 羊肉 那还有谁呢 还有呢 就是智利了 智利这个国家呢 他盛产什么呀 他盛产那个 特别特别美味的 我最喜欢吃的 那个车离子 哎呦 那个车离子真的是好吃极了 加拿大的市场上呢 一年到头 都是进口的是智利的车离子 特别好吃 那中国也不例外呀 中国人呢 很多人就特别爱吃智利的这个车离子 车离子呢 实际上它就是樱桃了 因为它和中国的樱桃呢 它这个品种不一样 它的英文呢 叫cherry cherry cherry呢 如果是音译过来的话呢 就听起来就像车离 对吧 车离子 这个就是智利的 还有呢 那别提了委内瑞拉 对吧 委内瑞拉呢 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因为呢 中国呢 用它的这个石油 进口它的石油 那还有秘鲁啊 哥伦比亚呢 它们的矿藏 都非常的丰富 中国呢 也从它们那里呢 进口它们的矿藏 那这些国家呢 都从中国 跟中国进行这个直接的贸易 然后呢 挣的是盆满钵满 对吧 你说 这个巴拉圭 它在南美周围 这么多国家 都从中国获益 你说它们能不掩馋吗 它们当然是掩馋了 对不对 它们的反对党呢 就积极的主张说 我们应该跟台湾断交 我们要跟中国建交 那么在4月17号的时候呢 这个巴拉圭 他们的国会呢 就进行了一个投票 在这之前呀 这个反对党提出来 跟台湾断交的时候 台湾就急得不得了 慌得不得了 台湾呢 又赶紧搞了一批口罩 又搞了28万的口罩 还说呢 说我们来帮你们防疫 我们用我们自己 我告诉你们 我们是怎么防疫了 我们来帮你们防疫 就是极度的 极力的来讨好这个巴拉圭 结果到最后呢 4月17号的时候呢 他们就这个投票 投票的时候呢 是25票反对 16票赞成 这个议案呢 就没有通过 也就是说呢 巴拉圭呢 这议会里面呢 决议之后和台湾呢 就没有断交 然后呢 台湾这边 哇 吓出一身冷汗来 说 嘿 得亏我们又给他们 补了一些口罩过去 不然的话 这个可能就通过了 但是呢 现在台湾方面呢 就比较发愁了 我天哪 就这个巴拉圭啊 他们这个国家 美国扶持的 但是呢 这个国家 近几年以来 就传出来了一些 他们政府的 这个腐败臭文 他们的政府官员 非常的贪婪 非常的腐败 就他们这样的 一个腐败的政府呢 台湾基本上 就成了他们的 一个摇钱术了 他们识不成的 识不成的 就出点腰额子 就让台湾就给钱 说这一次的 这个投票呢 说其实呢 也是一个幌子 用这种方式 让台湾给钱 台湾呢 现在也比较头疼 这个 有的人呢 就比较反对 觉得维持这样的 一个邦交关系呢 实在是成本太高了 但是蔡英文 没有办法呀 蔡英文 她的外交部 现在已经成了 断交部了 如果再失去 巴拉圭 巴拉圭有可能 还会带走 尼加拉瓜 那如果是 巴拉圭 断交了 尼加拉瓜 断交了 那还有呢 现在就是呼声 比较高的 就是那个 欧洲的 梵蒂冈 欧洲的梵蒂冈 这段时间以来呢 也是越越于世 想跟中国建交 还有好多国家 都想跟中国建交 中国现在呢 其实就是 不太在乎这事儿 其实中国要是 在乎这事儿的话呢 分分钟这些国家 都得向中国倒戈 中国就是现在 不是很在乎而已 那这个蔡英文呢 上一次呢 一周失去 三个邦交国 现在呢 如果 稍不留神的话呢 一周失去 四个都有可能 所以呢 蔡英文是 非常非常的紧张 现在 每天都在讨论 巴拉圭 你就看 台湾的这个 媒体上 每一天 她的断交部呢 都有 关于巴拉圭的 一个发言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